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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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报案登记 他也不给回职 也不给报案登记 也不给你打货 你例如说 爱玲这个16年去年 八九月份 他这个我住在这个 摇关镇那个东方村委 这个黄千村16号 周瑞正家的两间老房屋 就我住的房子 隔壁的伟花小花红厂 他就在包那个塔的那个 那个玻璃胶 就在破到我们口 造成我呼吁到感染 然后我就报警了 报警了以后 摇关派的说 那个王古人来的 那个警察来出的警 出的警 他当时通知了119 也通知了安建 跟那个环境 也都来了 当时他们公安安建环境 都告诉我 说正在化验 等几天 结果出来了 就出来你等两天 结果过几天 我等几天 我再问他们 公安就特意安建 环境安建 就跟环境就说 我们没有说化验 不承认化验了 这环境科的 环境局的 武器环境局的承认 说我们当时那种 啪子纸 在小花工厂门口 那个遗漏的遗体 测试了一下 是一个减性遗体 对人体有害的 我们让他 跟地方政府联系 就是让他办了 他就这么去陪害我 然后我 我找这个公安110 找那个武进派出所 摇关派出所 摇关派出所 找王主任 他开始就是推 就是说找安建 那他们的结认 安建跟环境的 都就说是公安 我们我们的结果 他就说处理结果 他就说我们是 110转过来的 我们处理结果 也给110 他说你这是本身 就应该公安立案的 就这么来回提 然后这个在2016年9月5号 这个他在这个 就是我在怀孕期间 这个摇关镇东方村委的主任 也不知道是这个书记 他带着党章过来的 就党会议那天 他带着这个摇关镇 这个东 那个镇政府环境科的 顾伟明他们三个人 来我家随随支持 说威胁我 说我这个 因为我这个 一直追着这个 化工厂 议题泄露到 我门口污染 我门口了 说我追了 对我这种侮辱 毁胁寻隐之事 然后我又报警 报警的件事 这个摇关派出所的警察 叫王震的警察 他说主任 哪个一个部门主任 这个他来接着讲 还有他来的 来了以后 我就追这个事 开始王震就说 他说这个 我们调查了 他没有这个虚拟知识 我说我有证据的 我又当时 他来虚拟知识 我用录音笔 秘密拍摄的 有录音录像视频 有现场证据 然后王震就说 那你给证据 开始的不要证据 后来我说 你为什么不要证据 他让我给证据拿给他了 拿给他以后 他给拷贝了 拷贝了以后 我再问他 他就不见我了 也不给打货 也不给你 这个报警 报案回职 也不给你 阳光派说 推给王震 王震推给阳光派说 然后就是说 就这么来回的推 那个 我找你们那个 长州市经济开发区 去上访 找他读查 他们也是推 然后找阳光派说 找阳光派说 你还去找 他还是不给你 我到结果 给市场人家也打电话 给那个12389 之前的他都打不通 后来这能打通了 就你们12389 都能打通了 就去年在春节之前 现在打通 就有关部门控制 我脑子在控不 也是在控制我的通信 也是同步控制 我在控制电话机 计算机成功中断的 比如说我要给哪个部门打电话 你说我用我手机 坏的是用这个 公共电话 无论是在无锡 长州还是在无锡 在全国任何地方 无论是打几天 还是打几个月 还是打几年 他都会让你打不通 这个电话号码的 他说通不控制 左脑子在通不控制这个 那个电话承控中断的 对我进行公开这样拍的 然后这个 就他就这么去告我 然后这个 给你们还用了 你们也是 我多次还用 包括今年我也多次还用 你们给你们12389 要多次几次还用 你们都告诉我 都说我跟你们联系 我跟着你等着我通知你们 然后我然后都通知 就这么 这都几个月 你们也不给通知 就这么几次都告诉我 我打几次还用 给你们交换上班 你们都告诉我 通知我 等你等着 听了我还用以后 说你等着 然后就没有结果 我到员工派说要 他还是不给 因为几次的报案毕露 有这个报案的 我报警的 有实证的 他都不给报案毕露 这一次 他们对我进进入车磨杀 长州的公安局120 根本就不出警 就说2017年8月15号 就是前年凌晨 这个晒点多一点 就是说 这个17年8月15号 就是早晨了 零点以后了 就是 就是我一直给我打电话 他在那个 因为在市里面修手机 他晚上有活都回不来 在修手机 他到晚上 11点 他修了水 11点多 有吃了饭 他回来了 回来到12点多了 他到东方城 就摇关从东方城这边来 走这个人民东路 这个地方 就是摇关 这个青阳路这边 往东面来 他就车子轮车没气了 没气了 然后就爆胎了 就露气 然后我打电话给我 那时候也没车拖 也没办法 我就喊了一家 就是说在那个 同济村这个摇关路 人民东路与同济 这个那个那个 那个昌摇路 这个脚大孔的地方 路西边 路西边 这个靠之明路 人路南边 那个有一家秀车的电动车 我就跟他喊起来了 他们去补 他说补不起来 让我们给推过去 推到党了以后 他说换轮胎也没轮胎 他说你白天再过来吧 然后我骑着我的电动车 就带着我一直回来 回来以后 我们走这个顺着苍虹路 走到这个 顺着苍虹路走到这个 就是山海国道 往东 往这个东方城来 回家 然后就是到这个宋建湖桥这边 宋建湖桥东边 就靠路面的南边 东边 这个影桥这个地方 有人这个垫这个鱼塘 就在影桥这个路南面 就盖鱼塘 就是也就是盖那个 垫那个湖边的那个招摄地 湖滩 垫那个湖滩 他准备 准备盖黄子可能 他明显的这都是 中共优秀的党员干部 不然谁敢这么去维华 去垫核团去盖黄子呀 晚上工地 他把这个整个就是靠南面的这个 马路的一个工程车 在那种下淤泥和扎土的 拉扎土和淤泥 这个工程车这个包整个这个很大 把整个马路留的 机动车道和回机动车都拦住了 就留了靠这里面的一个 一个机动车道 然后我们就走到前面拐过去 拐过去说我带着我一直继续往前走 走不多远不就到那个东方村路口了吗 我到东方村路口我要转弯的 因为我在路外边住 然后我就是说还没到东方路口的时候 我靠这个右边往东 这个这外边我就停车了 我不停车 我停车以后还没一秒钟 一辆这个拉扎土的工程车 然后就从我们身边就挥过去了 就挥上筷子就穿过去 穿过去就是机转弯 就是说这个他从我们前面再往右边 再往右边就顺这个东方路口 这个机转弯 这个过马路对面 然后往西去 就是就是昌鸿路过马路对面 东方路口 然后往西去 他就机转弯 他按照交通规则 他转弯应该是 他转弯应该是靠这个 机动车道 就是靠这里面的 机动车道 主转弯车道 行驶的 结果他没有 不是呢 他靠灰机车道 连到我们后面过来 我们就正好 我临时就停车了 即时就还没到 这个东方村路口 我就开始停车 靠这路边 然后还没一秒钟 就拐过去了 如果我要是 不是还没到东方村路口 就停车 靠路边就停车 我再拆一秒 我们再往前面 就行驶 我哪怕五次 到东方村路口 再掉车头 往摆平去 就被他压死了 这个明显的 他在案面 就是磨杀我的 因为我在 长城武进站住 8年来 这个2008年底到现在 一次次受到这个 有关我们长期 对我已经脑共迫害 被脑共群众对我 并通过控制电话 通信网络 在每天控制群众脑子 在一个右手 严重支撑的特征 在每天控制群众脑子 对我进行公开建议 派抹杀的 包括 造成我一次都被厂借打伤 寻找知识打伤打餐 交警扎我车 护警扎我车 流氓地痞扎我车 交警扩我车 撑管扩我车 对我和家人进行医疗 一次的医疗派抹杀 例如说我们到医院的治病 有关部门 就脑共派 我在脑共群众 对我们 对我进行公开建议派 让通知脑控医院的医生 对我 就是医疗派抹杀我们 然后就是说 一次次对我进行 机动车抹杀 就是包括2015年 我这个下半年 我在网上就是说 我都给划出来了 我就说 有关部门 在有关部门 对我脑共派抹杀 在脑共群众 对我进行公开建议派抹杀 我又听到群众说 就是有关部门 脑共群众说 说这个 要用机动车 不是个正常状势 结果还没有五天 我就在高兴区 我开着那个客运店的三轮车 就被一辆这个 几十万的 就是那种越野车 给撞换了 当时就给撞换了 我整个车都撞换了 都转变形了 我人迷失 玻璃都烂了 然后我从车上爬出来的时候 那个人 男的女的 他说 你怎么爬出来了 他准备第二次 可能再弄车把我撞死的 我爬出来以后 他结果 他要赔我钱 赔我多少钱 两千块钱 我不同意 这个我就报警 他们就过来 一个人就把我打了 打伤了 把我按照底下都打伤了 我都有证据的 用录音笔都有证据的 然后我就报警 报警 然后这个警察就过来 交警也来了 南亚树派所也来了 高音区交警中队的也来了 来了以后 这个交警 他就说的假话 因为那个 被打伤了就要到 先到南亚树派所 做这个笔罗 然后这个交警 就是我们他的警号 他就摘住了 因为你们长州 这个警察出警 他都穿那个黑色的 往事的警入马甲 把警号摘住 然后你问他警号 他有的时候告诉你 有的时候他就是说 他不告诉你 他不给你警号给你看 那个警察呢 就是我问他警号 他就高音区的警察 交警 他就他就说 是多少多少 他不给我看 他就说多少 后来我到高音区 交警中队去找 就没这个交警他们 后来到最后 我对他们一直控诉 他们就给我 说出谁 谁承认了 谁个处理情 然后就按这个交通事故 这个给定了 让那个机动车 这个司机当全载 你是男的开的车 撞着我 弄到他老婆身上 说是他老婆开的 他这个男的可能是 有可能是关锅宝特务 或者是你们那个 武进长队这个会堂 那个那个 很明显就是打开干部吧 不是一般的人 他这个弄到老婆是撞的 是男的开的才撞的 然后这个他就赔我全全载 赔了我几千块钱修车费 就是说我修车的钱 撰卑的 我一直在告 他在用警察谋杀 都不几次了 每年都花上多少次 对我进行警察谋杀为谁 没什么 那个后来这个 因为他说我开开店 他在这都撞不死我 撞那份都撞变形了 我也没受伤 结果这个 我想要 2015年6月4号 大概是 2015年6月4号和7月1号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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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这这他就这个 又把我乎床交警察又把我两辆客源电脑车 因为他就说不能进禁区 进乎床那个进区 那个他说有的就是说 正常人开这个客源电脑车 就拉人进乎床进区了 就是说按机轮车处理 就是扣车15天花款500块钱就给车了 餐级人开着这个客源电脑车 三辆车进那个乎床进区了 逮住了就是当天就给车了 那些不花钱 我吃太急 结果他就不给我车 我多次上你们上告 幻影 我都90万字的控诉 给你们长途市政华委书记都寄的 给这个上 你长途市新网局上网 新网局不接车了 我给政华委 政华监督处说接车了 那个叫新网局转 长途新网局不转 当时 然后我寄过去了 代表也收到了 那时候书记那时候 然后他说批下去了 然后就是说 没人结果 没有结果 我到长途上网 这些别害的 到你们长途上网 他就找武进区新网局 找长途市公安局 到长途市公安局 他通知了武进区公安局 因为之前都是武进区公安局 那个换围 现在那摇关派的说 混到这个 长途市经理开发区新成立的 公安婚局了 管了 以前都是摇关派 那个武进区公安局 公安局管 武进区公安局管 然后走武进区公安局 武进区公安局前三个月 然后等后三个月 你去他又不给你 新网 他就这么去排汗连 然后吃落地排汗连 这次就是说 就是说 或那个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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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那那那那 那一次在高营区 那个交警中队 把我撞死的 那次 不是2015年下半年 就是2014年下半年 我现在给你补充一下 我控制材料都有 因为他把脑子控制住 控制住了 我短暂性遗忘 他把我脑子再控制 那个我先 不是2014年下半年 就是2015年下半年 就是说 我说 永安部门共同脑子 在共区呢 对我经公开 经公开 经公开 抹杀 然后就脑子去 都说 用警察转死我 结果还没五天 在高营区 就把 我开了天员店的 现在就一辆皮卡 越野车里 几十万人的越野车 高档车 把我撞翻了 然后车都撞变形了 人人也给我打了 我打了 然后就是说 明天都抹杀 交警给干 那个交通事故处理 然后 我给你补充一下 然后就是大量的派遣证据 然后就是 他2015年 8月4日 6月1号和7月4日 两次扩下 我那个 开源电脑三轮车 以后他不给我 他就空着去 脑子都说出来 全都看着我的 都和市面人都说出来了 说这个是 就因为这个用机动车 撞死这个政策化 撞不死 他开着这个客源电脑三轮车 这车都撞变形了 磨杀不了他 撞不死的 所以护杀就把两辆车都扣了不提 就是第一个就是准备在 随时用机动车不得撞死 第二就是说这个让他不能生火 他用这个客源电脑三车代表陌生的 这个客源电脑三车车 他在只要不进护杭气区 他都是政策 在无尽去那个其他的地方 他都合法的 因为他这个都是按灰性的处理的 他就说不准进气区 他又这么陪害我 就是说我多次上网要 他都不给 并且我都有证据的 那个叫 我2016年到护杭这个交警中的 叫车 护杭交警这个都明确告诉我的 要拘留我 先拘留那一辆车 再花了五百块钱 然后我就说了 那人的为什么 比我的三轮车还大 那别人都给 常常人开的 胡档禁区 然后就 你当年就给车 也不花钱 那个正常人开的 这个客源电脑三车 拉人进胡档禁区 你们花款五百块钱 扣车十五天 你为什么这么 要对我这样 要拘留我 然后再一辆车 花款五百块钱给我 你不明显拍害我吗 第二个 为什么这个 环卫工人开的 那个货营电脑三车车 比我这种客源电脑三车车还大 全常都是开的 都是的市区开的都是的 环卫工人开的 他们拉那个垃圾 这个货营厂送的 那个都是的 常都是的 这个快递公司的开的 那个相似货营电脑三车车 比我的 有的比我的 还有那个客源电脑三车车还大 就是客源电脑三车车还大 有的还是改装的 为什么他们跑到货华的 无尽区公安局 交警大队 胡当中队的那个交警就说 我们准备跑 说的 你知道我不准你跑 我都有录音录像的 他说是上面规定了 无尽区规定的说的 我这都有录音录像的 你不是拍害我吗 我都画在国际 这个视频 我都画在国际 国际平台 网站上来都在控诉来 我进行拍摩杀呀 你例如说这个2015年 我十月份左右 我他拍我 我住行的 你们有关部门一边 老公拍我 在老公群都公开这样拍我 你邀官派的所 你就通知这个 邀官派的所和地方政府 就通知这个黄东上赶我走 然后我就到这个 邀官镇同意村委 需要你 这个11号 你过往家里签了 签了合同 签了合同以后 我都到那个黄东第二天 把我换了